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 エkster 養心分享 很抱歉,這節目遲了三天出街 因為之前幾天我大感冒 咳到我的肺脫了出來 終於發現,其實我家裡有工具 有液靈時光頭罩,有善通 有精油,有很多東西 為什麼我自己不醫治自己呢? 只是躺著睡覺看電視,浪費了時間 很迅速地醫治自己一大半 要受也是要受的 病絕對是壞種子爆炸的 因為要預備心情做大事 所以也要病一病 把壞種子燒一燒除,抵抗力全都出來了 Anyway,今天出去,有四個職業 第一個讀書會就無法開放 因為真的不夠精神 另外有三個提案比較輕輕一點 有些東西共通的 想跟大家說一下就是什麼 不知道你會不會都考慮 自己有日子做生意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了60年人 在我爸爸身上學了什麼 在我媽媽身上學了什麼 還有在我身邊的人學了什麼 當然這不是真理 因為所有的東西,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投射 我最近有很多覺悟覺醒的 首先跟大家說的是,不要對人太好 我其實可能之前說過的 今天再說 尤其是家人 首先我想說的是,對人好是應該的 對人太好就不對了 對人太好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 我是那種很簡單 我很大情大性 曾經 我想我這一生 因為我是一個好人 我也是遺傳了我爸爸媽媽的特徵 很好人 話說,今天有兩個訪問 我想說的,其中一個是一個 是一個身心靈導師 我也很欣賞他 因為他本身,他也是貿易貿易的人 和我有很多共通話題 然後就是,又是那些 無所不言,無所不講 所以很爽的,你和這些人做朋友 但是,他也是一招的 今天我見到另外一個 Aquainment 制律 一對夫婦的 身體出現很多問題 其實那位先生 就想光顧我買會心的產品 我就一口拒絕了他 因為我知道他的經濟環境是怎樣的 他因為是超級愛妻婆來的 我想買給他妻婆 如果對妻婆好的話 他會買的 但是,因為真的 其實對於他來說,我覺得是太貴了 可能看看有沒有其他方法 他之所以,為什麼會做到七十多歲 還要做兩份工 還要做兩份清潔工 其實真的不是一些輕鬆工 不像說,譬如你做座頭座看 做看奸那些 你可以坐也不用做 很多事情 不是沒有工作,而不是經常有工作 可能是八成、九成的時間 你都是坐在那裡而已 然後,但是清潔工不是 清潔工的分鐘,你是經常在工作 所以他的原因是因為 子女不斷借錢 借到她的工房就沒有了錢 女士太多病了 而且體重也有問題 膝蓋的各樣負荷太重 所以也不可以做的 加上有些情緒上的問題 如果你給你六、七十歲 借錢借到沒有了 然後還要上班 你給我,我也有情緒問題 正常 跟他做了很多生活的程度 搞一些招數 人的年紀大了 中國有句話是怎麼說 什麼孝順仔不如近身前 我有沒有說錯 當作是你明白我說什麼 有個前旁身真的很重要 還有說真的,人的東西 如果一個人有本事 他就在社會那裡請強 在社會那裡創造 在社會那裡創取 去社會那裡拿東西 你就賺了 一個人沒有本事 就會回家去拿東西 回家去作指家人 去控制家人 去拿東西 但是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 所有有窩的動物 例如鳥、螞蟻、老虎、獅子 都是在外面拿東西 來餵窩裡的兒女 而不會是 這些動物 不會是回家裡 再跟兒女搶食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一個人在外面懶醒 在外面請強 喜歡去賣單 又賺不到錢 而是回家裡 才去控制家人 或者是求 或者是勢 或者是去到很絕境 才去到最後一個小時 問家人拿錢 問父母借錢 其實父母六七十歲 打兩份工作 你還要回去借錢 你是不是人 好了 這種人 其實人生 是玩完了 已經玩完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 你家裡有這樣的兄弟姐妹 或者有這樣的子女 斷絕來往 叫他出去 你不要再跟我借了 你以後有家用找我 你找我 你沒有的話 你不要來找我們兩老 你真的要做到這麼絕 然後 有本事那些又不給家用 這是我們這一代有些問題 就是我們對於這些子女 對於這些年輕人沒有要求 導致這樣 好了 再說回商界 我聽得太多了 我自己的經歷也太多了 就是 你以為對一個人好 特別是 我這邊就是對導師 然後你會發現 你不要以為你和那些導師好 對他好 勃心勃命和他來開班 然後是 或者是自己的職員 你去提攜他 給他機會 甚至乎你知道他吞撲 你也算了 或者是上班 又是吞撲 不準時就算了 是吧 不行的 是第一次吞撲 你就要射他 OK 然後是 去到有一天 我發現 通常 好像演戲一樣 出賣我們的人 通常就是我們對他最好的人 這個是非常符合 這個種子法則的就是 我發覺每次都靈 真正到不得了 OK 那怎樣避免這些事情呢 那就是 第一 在創業的路上 不要對人太好 不要想著幫人開路 不要想著給他便宜 甚至乎 給他免費推廣 現在我就甚少這樣做 因為我做不到一件事 就是我免費幫人推廣之後 我不會記住 或者那個人以後對我不好的話 我會沒事 我會有事 我會不開心 我會失敗 那如果有鑑於此的話 除非是天上跟我說 Ester你幫這個人 試過是這樣的 我們相對有些節目 是很有趣的 就是聽到的聲音是 你跟我訪問這個人 你去訪問這個人 然後我就 哇 我不認識他的 而且這個人初出茅廊 在這一行的資歷很淺 大哥我訪問他 然後那個宇宙的聲音 或者神的聲音 很強就是 你去訪問他 然後我就訪問了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 真的可以一炮而紅 我們這些當年的山寨台 還是錄音的年代 11年前 竟然有這個力量 因為不是我的力量 而是他上面的力量 然後有時候我都會 見到有些導師 說很慘 找不到吃 然後我幫一下他 很有趣的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結果到最後 搞到自己 頭崩壓裂那個 就是我自己的 所以現在我會是 如果不是聽到 有宇宙的聲音 或者神的聲音 或者有天使的聲音 天使就不會怎樣做事的 天使不會的 通常都是神的聲音 就是你幫誰幫誰 你找誰 然後那條路會很順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發現 障礙重重 還有最重要的是 到最後那個人 是會很沒有良心 反誓我 在外面說我是非 其實我覺得 在深燈靈界 如果合作得的話 你只能夠有一件事 可以說我是非 就是你做完事 我不給錢 沒有 這個沒有 因為錢是我們強項 OK 我們不會請人做完事 不給錢 通常一個星期之內 甚至乎很多時候 導師會跟我們說 可不可以即日結帳 我都不開名 有幾多導師有什麼要求 可不可以即日結帳 其實七日結帳也很厲害 或者是三日之內 三個工作日結帳 我們都照做的 有些甚至乎要求 可不可以不報稅 可不可以不要將它來報稅 這樣也行 那你就賺到很準 也算了 現在我們不會的 現在我們是全部拿正來做的 這樣 因為我也都看到 我幾個好朋友 OK 我身邊最好的 做得最好的就是 他們沒有面子給的 第一 他們會 不是說沒有面子給的 這麼說 他們是很按本子辦事 就是根據他們的那個守則 去做事 而不是 他們什麼時候鬆章給我 什麼時候不鬆章給我 是他們決定的 而且他們鬆章給我的 他們會說得很清楚 Aster這樣是不行的 現在因為 你也很有貢獻 或者你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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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鬆給你 所以我知道很清楚 他們正在幫我 這是一個人情 不是一個道理 所以以後要還的 那你還要不要自己決定 另外那位就更厲害 我記得有一次 就跟他做一個訪問 我們那時候初出茅路 是吧 搬了儀器去別人那裡 人家有很多不合理要求 我都呆了 Anyway 照做了 做了所有事情 我們很麻煩 因為要戴燈 要戴錄影機 腳架 然後事後 我有一個很大的耳拉架 那天很多東西拿 我就跟他說 我可不可以不拿著 我先放在你那裡 然後對方說 就不要 你什麼時候拿走 那個反應是冷酷無情 多一個地步 是我呆了 因為你沒想到別人會這樣 誰知道別人會這樣 所以是怎樣呢 如果有一天 你打算真的開新心聯中心的話 OK 我有幾個提議 第一 在創業的路上 不要對人太好 尤其是 不要把你的 context 介紹給另一個人 這些我們以前覺得 是完全無所謂的 我幫你 我介紹給你 誰給你認識 OK 然後你發現 你介紹之後 第一個人不會謝謝你 第二 就是他當作是他自己的contact 然後他們做很多事 發展很多事之後 是賺回你錢 反過來賺你錢 你那年來 你真的激著 當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是真的頂著氣 是頂到 把鬼火 OK 第二 不要把你的底露露了給別人看 OK 嗯 我以前會的 現在我就會怎樣說呢 很多事我不說的 怎樣說呢 因為有些人 他比你能力高的話 你告訴他 他會拿走你的條路來用的 然後人家强馬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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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給你負責 因為事實上 一路都是 你說的 但是人家做到 但是人家强馬撞 但是人家强馬撞 你會頂著氣 而且人家不會給你負責 其實最低的限度 對方應該起碼說一聲 多謝你 上次你教我這件事 但是當你最少的多謝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虧張 很虧張 而且那道氣是傷了 濕了 即是那道氣是虧了 這是非常之不好的 第三件是什麼呢 就是我以前有句口頭閃 就是 行了行了 你說吧 我幫得一定幫的 OK 不是幫得一定幫 是反過來 可以不幫的話 不要幫 你可能會想 Esther 不是馬 有沒有搞錯 你不是香港總子讀書會 主要的單位負責人 來的嗎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話 為什麼 第一 除非你很刻意地 也是剛才那句 除非你想著我現在總子幫你 但是你一定要帶著一個態度 就是我幫你 我完全不求回報 然後你發達 甚至乎那個人發達 他看也不看你一眼 你是不是可以 你要預算是這樣的 到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求人 別人不一定會幫你 甚至乎很可能不會幫你 OK 尤其是我告訴你 一個 宗教界 一個是教育界 一個是身心靈界 或者培訓界 這些東西是現實到的地步 所以為什麼是 我很感恩當年 華生老師把我拉進去身心靈界 培訓 和我喜歡個人的肥靈性 但是不代表我喜歡V11 如果你看看我的節目 你會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務實 非常貼地的人 非常落地 非常貼地 所以 每一次我們幫人 除了會花你的時間 花你的人力資源 花你的心血 還有你不知道對方是什麼底 你真的不知道 教式徒弟沒有師父 或者是 反轉諸套系史 我真的數出來幾多 但是這個節目 不是這樣用的 所以我告訴你 就是 現在我會是 真是天叫我幫的人 我才會幫 或者天叫我和他做訪問的人 我才會和他做 如果我自己的心靈 是 Essa你幫人 別人那麼慘 你這樣吃吃吃 那些都不可以做 因為這個是我的心靈 我憑什麼我覺得 我可以扭住人家的命運 我憑什麼我覺得 我可以令到那個人 從賺不到錢到賺到錢 或者我幫到他什麼 除非天上幫他 或者他自己總之好 不要浪費氣了 因為到頭來都是沒有好死的 第四 Mind your own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OK 第一樣又說一次 第一樣 在創業的路上 不要對人太好 第二 你的底不要露給人知道 例如我們最近的 這個School of Future Skills 那條橋其實挺漂亮的 我都不會和別人說 除了是同行 大家都很信一個 而他都要露底給我看看 不是信一個 我信不過很簡單 因為人是不可以信的 人性你可以信 但是 他露底我就露給他 即是他肯說他的話 我又會說話給他聽 是一個資料交換 但是以前不是 以前我是 就是無所不言 言無不盡 有什麼事我都會說出來 即是說得難聽 底苦都落出來 不要這麼笨 尤其是一些很有用的資料 很值錢的資料 Just by 我說出來 令人覺得我很厲害 或者我告訴他 我想幫一下你 OK 浪費氣了 不要幫他 另外剛才說了第四點是什麼 第四點 Mind your own business OK 就是當我說了 我要向這個 一億身家不是夢盡 OK 我再說一次 不是因為我貪心 其實 只要銀行不斷升升 甚至乎不用上一千萬 我只要有上五百萬的錢 我就已經即時可以退休了 你有五百萬你也可以退休 立即回大陸 樓都不買了 到處租就算了 幾千元一個月 一年才說幾萬元 是吧 那你去到 我當我還有三十年 夠有特 剩下的錢 就繼續用來做投資 是吧 為什麼要去一億呢 就是因為我想體驗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 認識一些完全不同的朋友 還有說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生活 OK 當這件事說了之後 那又怎樣呢 就出了這個一年的項目 就是 我想將我所有我最 最厲害最值錢的東西 貢獻給你們 所以收一個很低的價錢 就是半價以下的 現在是說的 然後我賣了頭二十個 之後我就會 再加價上去 所以大家有興趣 或者快點 然後 接下來 我就會集中火力 就是做這個事情 怎樣可以做這個 怎樣開始做網上課程 開始要錄影 OK 其餘一切的東西都不重要 這個星期日早上7點35分 我就收到一個invitation 就是這個日本美食環丁試食會 就由上午11點到下午1點 老實說 第一 在這個尖沙咀 什麼新港中心 第一 我現在住在深井 而且 我起床的時候 已經是 那天 就算我有空也會去 哪有人來邀請人是 那天早上邀請你那天的 那我後來想怎樣推他 什麼想怎樣推他 什麼想怎樣推 就讓他合拾他 就可以了 這麼沒有誠意的邀請你去做什麼 然後呢 仍然有很多不同的 一檔一檔的來邀請 去合作 可不可以給你一些福利 你的會員 這些事情 我一次過全部推 以前我就回去想 怎麼可以幫人 怎麼可以幫人 怎麼可以幫人推廣 怎麼可以造就他 即使我有福利 或者我沒有福利 OK 現在不是 現在我是想怎樣推你 我都嚴慢 我就直接推你 算了 很大條道理 就是我沒有空 這是真的 第二 阿高雲說了 叫我不要跟任何人合作 這個決定 令到我非常非常地 省了很多時間 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我常常會斷捨離 斷捨離我家裡的財物 以及斷捨離一些關係 最近又斷捨離一些 哇 一些很棒很棒的東西 真是正得不得了 現在我是非常輕省上路的 繼續向我的夢想出發的 那你呢 你會有什麼夢想呢 話說回來 我們這個School of Future Skills 這個小冊子已經做好了 我覺得大家都不用考慮太多了 快點成為我們的創會會員 那他已經不是上課這麼簡單的了 OK 這個可能是你這一生最好的投資之一 那我們有主打的這個超級口才訓練營 5月底會發生 然後就是全方位360銷售技巧 如果你今時今日仍然不懂得銷售的話 那你就真的蝕卸蝕到不得之了 另外就是學神網台主持訓練營第四屆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你都要去拍片特別是一些短視頻 OK YouTube Shorts 因為實在太太太太重要了 特別是你的子女 另外是訓練營 訓練營 訓練營 無論你是想做導師 或者你是做其他生意 其實都適合聽的 怎樣可以認真真地做一盤生意 是把你的蝕本門封到最密 最沒有機會給你蝕錢的呢 我們這個School of Future Skills 是分分鐘是你餘下的日子最好的投資 尤其是如果你有小朋友 大學畢業的 就來大學畢業 或者畢業沒多久 或者你自己都打工打得悶悶的 又或者不是 我就想 不會被人解僱 我又不想 轉跑道的話 這個非常適合的 現在收費是抵抗的 一萬元可以選到兩個貨 如果是兩萬元的話 就選到四個題目 全部上了 還要是全年給你重複 是不斷回覆的 其實兩萬元的話 真的去過旅行就沒有了 或者股票市場不斷跌一跌 就虧了不知多少錢 就不是兩萬了 或者買個戒指 或者買個什麼 所以這個是一個絕好的投資 只是一萬元也不用 就可以報道我們兩個課程 而且是可以不斷回覆的 現在報名的人數很多 可能相信二十個位很快就沒有了 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 大部分報名都是全部買完 就是買兩個的 你是成為我們的會員之後 你是可以免費得到 一個section 或者兩個section的coaching 這個coaching section 分分鐘又是可以省你十年八年 三五七年的冤枉路 好了 任何查詢就找Amanda 6634875 6634875 好 多謝大家 好 如果你喜歡你的節目的話 請你按讚 訂閱 按鈴鐺 留言鼓勵 還有轉載條link給你的朋友 OK 拜拜